弹在这里面就能听音乐 听故事的棒棒糖 你们吃过没 来 先看视频 黄凤的嘴里居然能唱歌 买来了 90块钱 三个 一根棒棒糖 居然要30好几 真的是不拿我们当外人 一根棒棒糖卖这么贵 商家你的心真的不会痛吗 正当我心痛不已的时候 我又发现了它的一个亮点 你看它的月销量 一千加 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一万以内一千以上 也就是说 每个一种不到一万个人 都要尝一下这个棒棒糖 我知道有钱人确实多 但是没想到有钱人 还有这样的癖好 真的是把我们村上大爷都给惊动了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全是好品 款式很大方 质量非常好 价格很合理 三个棒棒糖 风里面可以听到不同的音乐 英文儿歌 海的女儿 古诗词大串烧 好家伙真的是古今中卖 因有尽有 先来试试这个英文歌 很普通的包装 说明书 耳塞 上面是棒棒糖 下面应该是一个播放器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长按两秒打开开关 还真有诶 它的播放器就在这个棒棒糖上面 下面只是控制开关 即使不含到嘴里面 其实你也能听到它一些声音 好家伙 还能切换音乐 现在我都不舍得吃这个棒棒糖了 含到嘴里面是听到最清晰的 外人还真的听不到 独家BGM 而且碰到牙齿还有那种 嗡嗡嗡的声音 嗯 棒棒糖的这个甜度也比较适中 不会因为含了太久会感到腻 另外这里还提供了两个耳塞 海绵的 戴起来应该听到的效果会更棒 蜘蛛啊 只能自己听到别人听不到的那种感觉 不会以为我是骗你们的吧 真的 不对呀 我为什么会感到神奇呢 这不是很简单吗 播放器放到了棒棒糖里面 利用鼓传导听到音乐 很少二科嘛 这有什么好惊叹呢 感谢观看